12月10號是國際人權日 當天 加拿大五個城市多個族裔團體聯合集會 聲援中國的白紙運動 呼籲結束中共的暴政 12月10號國際人權日當天 加拿大五個城市的民眾集會 再次強烈譴責中共獨裁暴政 呼籲釋放白紙運動抗議者 這個是一個轉折點 八九以後這個是最大的全國性的自發的運動 希望大家都堅持下去接觸一黨專政 我就對中共的政權深惡痛絕 對共產黨的暴政有深刻的體會 終結中共暴政才是解決中國所有的社會災難的一個根本的訴求 人們控訴著中共暴政 呼籲更多的人站出來 聲援白紙運動 爭取徹底的民主自由 中共暴政從1949年建立完到今天 可以說它對中國社會各個階層 各個領域 都進行了一遍又一遍的鎮壓和迫害 他們灌輸無數的政治思想在我們的腦海裡面 他們灌輸錯誤的歷史給我們 讓我們腦子完全被他們所希望的東西佔有 我們就淪為了他們的奴隸 我最希望的是看見共產黨倒臺在有生之年 海外的聲援活動一直持續不斷 他們相互支持與鼓勵 同時呼籲當地政府聯合抗共 我們沒有忘記受著這個專制政權 鎮壓人權被剝奪的那些人民的苦難 公民們 永遠起來 我們絕不會被同居 受不得從養 加拿大必須要跟全球的民主體系的國家 也要形成一個聯盟 去對抗這個專制政權在全世界各地的那種威脅 我希望他們不要放棄抗爭直至共產黨下台 新唐人電視台 加拿大記者站 各地連線報導